日本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增长 近些年,随着日本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增长,日本再次重拾野心,或者说日本野心一直未曾消除,只不过之前的战败让其暂时隐藏了锋芒。 近几十年,在美国的帮助下,日本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,这让日本野心再次蓬勃,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后,日本国内军国主义逐渐抬头,这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。 当然,仗着自己军事力量的强大,日本不断在背后搞小动作,近日被揭露了一则消息,将会直接给美俄甚至世界带来灾难。 世界上唯一一次原子弹爆炸就是在日本,日本作为唯一原子弹的受害者,自然深知核武器的威力,以及拥有核武器之后整个国际地位,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据报道,近日日本被爆出国内藏有47吨不保有量,这是制造核弹头的必须原料,47吨完全能够制造出6000多枚核弹头,这个数字是极其恐怖的。 要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大核武库拥有者的俄罗斯,也才拥有一万枚左右的核弹头,除了不原料之外,据悉日本也早就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,这就意味着只要日本拥有足够的空间,将会成为世界拥核大国。 日前安倍公开表示,将会拒绝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,这更加赤裸裸地表明日本拥合的野心,一旦日本拥有核武器,对整个世界将会造成极大危机,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美俄,美国虽然近些年帮助日本,但其实,却是日本最大的敌人,而俄罗斯则与日本有岛屿之争,不排除日本动用核武器夺岛的可能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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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